我学佛这六十年 老是教我的 因为我 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 平静 过去深重 才不是 无意不是 没修 大概直修了一点 法布时 因为 前一辈 这些大德们 讲这些东西 我都能听得懂 我听得津津有味 我命中没有财 没有寿命 所以老师 要把这个东西 给我补出来 教我修才布时 修无为布时 三种布时都要修 财布时没有钱 我吃饭都成问题 哪有财布时 老师问我 一毛钱也没有 我一毛钱可以 一块钱 一块钱也很勉强 可以 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时 长存布时的心 遇到语言 你去做 不能说 认真去干 真有效 三年 我的经济生活 就宽松了 宽松了不能停 永远记住 不是 真的 愈时愈多 多到现在 我们不要钱 但是有一桩事 叫 心想四尘 我想做一桩事情 需要多少钱 他钱就来了 从哪里来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六十年了 从来没有在经济上 遇到过困难 真的是 需要多少 他就有人送来 无一步师 我认真做 无一步师 过去我就做两桩事情 一个是放生 一个是不失医药 贫苦生病 没有签卖医药费的 要帮助他 这个事情是六十年没间断 得的果报是什么 健康长寿 我不能生病 什么原因呢 医药费都不死掉了 我没有医药费 人家有什么 医药保险说 我不搞这个 搞这个什么 一定要生病 你的医药费 攒那么多 你不生病怎么花呢 那肯定生病嘛 我把它通通布施掉了 我就不生病了 生病没有医药费 要懂得了 这个做法是正确的